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百人的死亡 带血的GDP 两任省长的更换 在拷问一个尖锐的问题 山西有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 自今年以来 山西正在以行政手段推动全国最大规模的煤炭企业重组 原则上 企业年生产规模不得低于300万吨 单井生产规模不得低于90万吨 按照这个标准 到2011年 全省煤炭企业数量将由2200家压缩到100家左右 而全省矿井数量也将由2598座压缩到1000座 这样一来 据估算 有70%以上数千名煤老板将从煤炭经营前台隐退 成为幕后股东 或者最终从煤炭产业退出 今年11月 拥有众多山西煤矿投资人的热伤资本投资促进会 上书全国人大国务院 要求对山西省这次煤炭企业重组的合法性 合理性问题进行审查处理 而围绕这次重组的性质 方式和效果 社会各界争论之声也沸沸扬扬 大部分的事故都是民企矿主 大矿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它这个安全状况比小煤矿还要差 国际民退这个东西说法有点这个不是很科学 你看山西查办那些官媒勾结的答案 大部分都是固有大矿的 我相信他已经树立了一个在公共政策方面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案例 如果不强烈介入推进的话 三七人民等得起等不起 我们认为等不起 是行政方式还是市场化方式 是国进民退还是幽进列退 一虎一席谈PK 梅老板该不该退出历史舞台 一虎一席谈 主要大家谈 全球之华人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一虎一席谈 很显然 我今天拿了一个宝贝 我为什么它是宝贝呢 很多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从山西带来的煤矿 这个煤矿到底什么颜色 从外表来看它是黑色 有人说它代表的是环境污染 但是在很多的商人眼里 它代表的是金色 因为它的分量就像是黄金一样 它可以刺激很多的财富 但是更有人看到了 它是一个带红色的一个煤炭 因为这里头是由鲜血所换来的GDP的成长 现在透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重新的坚定 或重新来改造我们的煤矿市场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中国悲惨的矿工们的命运 能够重新而因此改写 今天这个话题邀请全球华人一块来关注 首先邀请我们第一组的PK嘉宾 第一位在我左手边的是 山西国营美企的经理 韩慧先生 欢迎他 第二位在我右手边 山西梅老板的作者王静先生 欢迎王先生来到现场 第三位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潘云院长 来到现场 欢迎潘云 第四位PK嘉宾 著名的煤炭业的专家 潘维尔先生 欢迎欢迎来到现场 当然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当中 也有很多的梅老板 但是我们也为了保护他的身份呢 他就夹杂在我们的这个嘉宾身份当中 待会会由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视野 不同的利益团体来表达他的看法 不过首先我们要看看 今天为什么许多人关注他 因为这里头带来许许多多的矿难的安全 矿难的安全值得我们来研究 第一个我想问的是韩慧 你看到了这些煤炭业 你想到什么 第一个联想是什么 是苦难 为何你租车 我感觉山西这个门矿事故频繁 大部分的事故都是民企矿主 当然国家也有单占少数 大部分 大部分跟他有关 你有数据或者是可以来做多少 进去的数据没有 业维是搞写作的 所以说我关注 我请门矿出来的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你比较关注 你是搞写作的 来 潘云有资料吗 潘云 他这个煤矿的这个 从近几年的数值看 大概是这个国有大矿的 百万多死亡的如果是一 对 那么这个地方国有矿的大概是四左右 四 小煤矿是十一左右 是十一左右 就是一比十一之间 一比十一之间 大矿和小矿这个 你的资料来源是来自哪里的 这个是省里边安全局 山西省安全局 最过多年的统计 多年统计 得出来了 好 这边有数据来妥证 王静 你也是做写作的 其实刚刚韩惠在看到第一眼 就是看到了这个代表 看到了苦难 你从你的这个作者的身份 看到了什么 我从这个看到了 苍天对我们山西的次 为什么呢 我们自己靠自己 自力更生发展 我们没有西部的改革开放 我们没有东部的沿海大开发的政策 我们山西靠自力更生 挖掘煤炭 取得了改革开放 30年的成就 所以看到煤炭就想起了 这是苍天给予我们山西人的补偿 是上帝给予我们赐予的财富 好 韩惠看到的是苦难 你看到的是苍天赐给你的财富 但是苍天赐给财富的同时 也看到了许许多多 许多人的眼泪 比如说我们来看 山西省的王军他就曾经说 山西不要这个带血的GDP 他每次看到之后 他会想到什么 2006年的时候 518大同 左营的矿难 56人死亡 2007年的时候 林芬的红洞矿难 105人死亡 2008年的时候 香文的溃坝 当然这个虽然不是矿难 他也是 这所有的这个矿 也算是所有的这个悲剧当中 276人死亡 2009年的时候 山西焦煤集团 这又发生一个矿难 78人死亡 大家再问的是 接下来呢 年年都如此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不需要再够多的眼泪了 王静你有看到他的眼泪 你听到他的眼泪之后 你会觉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是不是出现在小煤矿上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是需要我们正视的 煤炭开采 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马克思曾经讲过一句话 叫做资本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 他在膨胀发展的过程中 每一个资本的发展 都积累着肮脏的血 所以说 一定以上 企业的生存发展 它都是有代价 代价就是 那个 雇有七十一 十七十一 这就是他们的差别 嗯 代价 这个代价是相当大的 来 潘先生 您的看法呢 潘维尔 这应该说是大自然 是给我们中国人的一种 无限宝贵的财户 我们今天之所以出现矿难 这不是煤炭本身的问题 它不是灾难 而是我们本身